这个星期国际课题真的是不少 今天来到了星期五 我们的目光暂时就不要看得那么远 回头我们来关心一下自己吧 来关注的是糖尿病 这个文明社会里不陌生的疾病 是 糖尿病是世界第八大的疾病杀手 根据医学研究 亚洲黄种人特别容易患上糖尿病 绝对不容小觑 而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每一年有150万人死于糖尿病 全球已经是有超过4亿人口 患上糖尿病是1980年以来的四倍 而当中又以贫穷国家的并发率最高 所以说糖尿病现在再也不是富贵病了 4月7号是世界卫生日 世界卫生组织把糖尿病列为攻击对象 确定了这一项主题 保持最佳状态 打败糖尿病 报告中显示 目前糖尿病的流行有两个新特点 一个是中低收入国家 它患病率比较快 第二种是低龄化 也就是儿童和青少年的患者越来越多 世界卫生组织把糖尿病列为 世界最具致命威胁的疾病 当今糖尿病患病最严重的地区 落在西太平洋 包括中国和日本 其次就是东南亚地区 包括印尼和画面上看到的印度 这两个人口大国 不过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当中 只有三分之一的国家 能够获得治疗糖尿病的 基本药物和技术 当中包括胰岛素 唯有加强国家能力 才能帮助糖尿病患者 获得必要的治疗和护理 而这恰恰是许多贫穷国家 最难达成的 地区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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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减少数的死亡 除了30%到2030% 如果这事实际上 我们需要更多行动 我们现在需要 低收入国家当前面对的 包括胰岛素的药源短缺 价格居高的问题 让糖尿病治疗 增加了不少难度 虽然各国领导人承诺 采取有效措施 但普罗大众也要多加配合 至少先从自身做起 多进行体能锻炼 控制吸烟 尽量吃得健康 糖尿病就不会和你纠缠不清了